今天留在做香港的人 多些批判思考 真的 真是多些批判思考 不要一出來就說要買 買多少本 什麼什麼的去做 今天也這麼說 當日不是我們說 Tommy你喜不喜歡他也好 當日他搞這麼多演唱會 上Live 結果都不行 大家覺得他不是啊 哪有簿啊 什麼什麼的 結果是網上 而今天看到記協 都是搞同一樣類似的 所謂的演唱會 星哥還說練了歌 想練歌 又是不可法律因素 我們都是講關國家事 國泰文安 軟文安 我加上去的 其實之前Facebook 昨天就出了一段長文 說五一 其實簡單的講義文安 已經去了英國生活 那張相 還有他的兒子 原來我對他的兒子都虧了很久的了 就終於有時間呢 帶了兩個兒子去上學 那下面就引了很多文字 最重要就是 就是說他出獄之後呢 那就是 所謂的一個 強力過門 就有任務給他 叫他開個價 不如你上大陸發展啦 你要等錢花 開個價給我們 那阮民安中間就沒有表明心態立場了 那慢慢 他寫自己很恐懼 就是監獄的時候 臨尾放學前 到底可不可以放學 可不可以出去呢 那結果當日就是這個 部門就一個駁回給他 原來終於可以平安出來 那就是這個 最新消息就是 宇文安已經去了 就是移民英國了 還有我們記得去年的時候 他出獄的時候呢 都說想開個演唱會 他聲稱呢 就說連穩場地 還未公佈成呀 早上開不醒呀 有很多阻滯啦 那就是遲早都會去移民啦 說自己很痛苦啦 那結果都是 如他所願去了英國生活啦 是吧 還有他好像是有心理病 了嗎 被人搞到 據說是抑鬱的 嗯 還有他講這個 我們有些人就是 會跟周庭比較啊 還有就是之前有些出獄人士 出獄的時候 是不是要找一些社運人士去收封啊 拿料啊 所謂出獄不是真的出獄的 甚至乎我們現在講的 梁天琦都沒有消息 嗯 不過都幾兩極的 裡面譬如 我有些朋友 就是不是那麼熟悉的 就說支持他啦 但是我自己個人呢 我在不同圈子呢 都聽過 宇文安裡面 譬如籌我錢啦 不知道去哪裡啊 譬如有些新聞就說 他那個賣那個大光麵 賣到三十塊 那到底 賣什麼啊 那個大光麵 香港那隻類似公製麵的東西 就說食水心 那到底 大光麵 就是麵來的 麵來的 香港出產的 就是我們吃的那些 咖喱藕的麵呢 之前去年就是 薩爹藕 薩爹藕的麵 就是茶餐廳吃的麵 就是支持香港製造 原來香港品牌的 叫做大光麵 明白 那他就 代理了啊 還是自己買 不是代理啦 就是自己買啦 總之這些錢 會拿去幫 幫人啦 或者 所謂有個叫做 幫學生的基金啦 那大家都知道什麼呢 要忍悔一點這樣說 嗯 但是裡面有很多留言 share 就是他這個帖子也好呢 有爭議的 我的朋友 剛才就說 不是那麼熟悉社運 一般人就說很支持他 是不是 他甚至有條Patreon連結 他說將他自己裡面 詳細故事就不在帖子說 就在Patreon裡面說 那大家進去支持他 這個 有些人就說 都猜到你的啦 又來籌錢啦 這個 怎麼看到土伯 就是你 一來就說這個juicy 這個內容 但是就 我們不是在這裡 純粹吃花生 或者是拿阮民安來 做這個 是 我們走了 都要踩他兩腳 因為 我覺得都有一些公共性的原因 就是他繼續是 會在英國 似乎他會繼續是 發聲啦 他也都開了Patreon 呼籲別人加入他 那我們開Patreon 40元想加到50元 但我跟土伯聊的時候 都如理薄兵 就是 是不是我們的服務 是否值得呢 或者是否害怕 失去大家的支持呢 但是 Lance好像 你比較看到 Patreon 都是幾 食衰 幾深的 這個影響到 你去到那邊的香港人 是不是 現在有 大家覺得 是不是有一個Icon 或者有一個手足 叫做坐過監 他始終都坐過監 這個一定要肯定 過來的 但是我們社運圈子 真是我們認識的朋友 都有提過 他還欠我的手足 我的朋友錢 然後他走去英國 大哥 那現在又開Patreon 去收錢 那還要多少錢啊 Lance 那時候 五千多元 不便宜 你反過來 我先問我收封 我在不同圈子都 老實說 李文安的風評都麻 甚至19年前都知道 他過大海借錢 賭錢 然後夾回香港還錢 是否 甚至他講A4 自己的名字 本來叫A4 誰知道被他自己團圓 刀爆他 這件事不是這樣的 即是本身 他track record都已經有問題 的話 他對這句話 我不會完全否定他的 你是中間有真有 甚至乎我們之前有些 有真有假 可能有些誇張了 他有Patreon 其實我有些反感 例如之前我和阿昌 講運水 講張秀賢的東西 嘩 你要想知多些嗎 Patreon 這樣 是否將一些有公共性的東西 對大家 所謂揭露那些真相 要放Patreon 是否要真相 要付錢買下去呢 我這個很有保留 但如果你說 去到英國 堂堂正正 我有一間餐廳 會搞演唱 會唱一些香港歌 廣東歌 去團結香港人 在倫敦也好 我這個 那不就做啊 不是犯不犯法 你自己去 聚入香港人 有一個所謂 名氣大些的人 是吧 不同圈子都知道 其實是知道的 你瘋瘋瘋瘋 我不會說 你沒怎麼聽過 黃宗堯有些是非傳出來 頂多是以前娛樂圈的時候 那些所謂 溝女的那些東西 你那個都肯有這些新聞 不過我不怪啊 若文安的 因為他不是我們政治圈的人 如果在政治圈的人 走得久的人 就不會拿自己被壓迫 這件事 來做Selling Point 或者不會這麼直接 用這件事來做Selling Point 我們叫賣慘 不會這麼賣慘賣法 是不是 我就覺得 因為他不是一個政治人 所以我不怪他 就是他將有些東西可能 他會誤判了反應 是的 就是我 就算我坐完十年也好 就是出來 那難道大家 怎麼都賠一個十年給我 日日賣慘 是不是 不行的 倒不如你講未來就好過了 就是我用回新的角色的時候 去重新再蠟燭 亦都不是靠過政治 當是好像革命家那樣 在那兒找飯吃 那很嚴重的 你不知道找到多久 我看到海外那些民運人士 就是給我這樣的體驗 就是 司徒華那時候當然沒錯 他說你不要靠吃政治飯 你會拉東西的 因為你開始你的初心是會變了 因為你要看市場 你要看那個人家的反應 那你又戰戰兢兢 變了你本身的初心 是有少少不同的 原本可能是很順結的 後期已經是變成是 生意的一部分的時候 就是有些危險